我可以理解为这是特快算吧吗 先看看这些吧 没想到爱家人设的Joseph 竟然是个玩卡 婚内出轨 真不要脸 但我没想到 带来的老婆竟然不是正派老婆 你的老婆很有钱吧 你就是个倒插门 如果贵夫人看到这些照片的话 他会怎么想 你现在怎么样 很简单 继续维持跟程天集团的合作 我们就两清了 你怎么在这儿 极才卑 我很佩服你的勇气 可是你的威胁 对我 没有用 看完你叼车的不够彻底 你以为我的妻子会在乎这些吗 她比我玩得还要精彩 就让你主动送上门来了 我就不客气 双双 库子居 双双 你别过来啊 要不然我报警了 没有监口 学长 宋遥在这个酒店 她来干什么 好危险啊 她来干嘛 她干嘛啊 她干嘛啊 她摔了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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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当心一点啊 她想开吗这是 又妈 宋遥 我还好进去了 吓死人了 对啊 倩昊 好 你去那儿做什么 我想要帮你啊 你帮我就是翻阳台 谁知道 Joseph根本不怕他老婆 还想对我 所以我就想到翻阳台了 他那天小俊俩对我跟着 所以这就是你干的蠢事 你要是摔成高位劫探 我可不给你报工商 我只是想要帮你 我不需要 好 那我走行了吧 放开 放开我 我们现在是签了合约的 你是我的季太太 你要去哪儿 季个屁太太 我不干了 你现在违约的话 要赔付我一百万 一百万 你再看看 不用了 赶快给我合同 还挺懂 你算计我 你当时没看清楚自己就签名了 早知道当时在地下室 就不应该救你 让你死了算了 不就是违约金吗 我付就担任你的何而钱了 关于我婚礼现场突然离开 实属事出有因 当时得知我母亲病危的消息 我是不得已才离开婚礼现场的 还以为有什么心意 结果还是老木板打亲情牌 要不要给你弄个水滴仇啊 承天公关复分滚错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真的有人信这个 有那妹妹 你骗 你细骗 希望大家能够做到 不信谣 不传谣 能够给我和季城川先生 一些私人空间 不要对我的家人和朋友 造成误解 对于此事造成的影响 我深感抱歉 希望能获得大家的谅解 你 你听我解释 我 干吗 你要查我最后一步 季太太 看过了 看过了 祝太子和太子妃 久久不爸爸 你不就是为了钱吗 这里是五百万 你立刻跟季城川离婚 才五百万啊 看来你过得也不富裕啊 梁小姐 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以前那些破事 我可知道得一清二楚 随便 我老公什么都知道了 可他就是爱我离不开我 我也觉得很苦恼的 少看点电视剧吧 真当我傻 等着被你泼 好 程帅 舅舅呢 祝你这次的项目啊 一切顺利 这些人看过 这不小心的 来来来来 不好意思啊 没事 程帅 舅舅记得 小时候你这块有块疤呀 舅舅 你是在怀疑什么 还是说 爸 你也怀疑我 你小时候那个疤 我是记得的 我的这块疤 在左手 只不过小时候那块 被这块挡住了 您要是不相信 可以问问季城安 我相信他不会记错 好了 看也看了 满意了吧 走 你这几天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让你不开心吗 那天 我无意间看了你手机里 送秘书给你传的短信 你好像还在调查我 我能问为什么吗 所以我就想到飞扬台了 他那天小敬良对我跟着你 所以这就是你干的蠢事 你要是摔成高位劫探 我可不给你报工商 我只是想要帮你 我不需要 好 那我走行了吧 放开 放开我 从现在起 这个房子的居住权 咱俩一人一半 谁也不许过这条三八线 不许过线 你才是小学生吧 彼此彼此啊 这不都是跟你学的吗 两度 干吗呢 不是你把电脑开开 冻死了都 你有点冷啊 我还觉得好热呢 请你搞搞清楚 这里是我做主 说不开就不开 请不要进歪 你过线了 我现在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过线 我 Bam 下面有请两位新人 交换戒指 不好意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